有非牟利組織昨天星期三就在瘟市華埠 為低收入的長者送上新春禮品包 讓他們在農曆新年的期間都能共同慶祝 感受社會關懷 劉爾偉講下 非牟利組織華人社區響應網絡 母式移民服務社及雲東區旗營中心 在華埠中華村合辦新春送亂表愛心行動及慶祝活動 與長者一起慶賀套年來臨 活動包括義工表演和宋鎮關外禮包 有糕餅、賀年食品、輝春、水果和鎮品等等 我們知道農曆新年是一個很歡慶的時刻 但亦想到在我們所接觸的華人長者裏 亦有很多住在唐人街、市中心東端 住在單戶式的房屋裏面 亦過著困難的生活 因為經濟上越來越難找到他們需要 可以負擔的食物 他表示活動在溫市東端及華埠一帶 派送一百份關外禮包 給區內無醫或獨居的長者 令他們能夠共同慶祝農曆新年 他又指出 由於食物周制庫 多數提供以北美地區口味為主的食物 不少華人長者未能適應 因此呼籲社區組織 考慮到不同族裔的飲食需要 協助收集文化適切的食物捐贈 為長者提供穩定的食物來源 新時代電視劉遠慧報導